接下来,我们来讲解接触的调用原则,以及如何分享到指定的平台。 接触调用原则,也就是步骤,我这里分为五步,分别是调用Unit SDK方法,获取平台实力,为平台实力添加操作回调, 然后创建Share Powerwalls,这一步是我自己添加的官方文章上,并没有做一步,然后再调用平台实力的方法来进行分享,并且把上一步创建的Share Powerwalls传到参数里面,我们来分别看一下这几个步骤。 第一个,调用Unit SDK方法,是指不准在什么情况下使用Share SDK,Unit SDK都需要在任何操作之前被调用,所以Share SDK建议我们在程序的主入口Activity里面就进行调用。 第二步,获取平台实力,获取平台实力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获取平台的实力列表,第二种是获取单独的平台, 获取单独平台的时候,需要传一个平台的名称,比如说我们想获取腾讯微博,就需要传一个腾讯微博点类。 然后设定监听,我们创建好平台之后,给平台设定一颗监听,当分享完成之后,这一颗监听器就会被调用。 这一颗监听器它有三个方法,分别用于处理操作失败,成功,以及取消的回调。 第四步,我们来创建一个Share Parallels,这一步在我们后面会进行讲解。 最后,我们调用平台实力的Share方法,并且把之前创建的Share Parallels传到它的参数里面。 接下来,我们就来根据之前所讲解的几个步骤,来实现分享到指定的平台。 在Main Assertivity里面,我添加了一个按钮,点击这一个按钮,就会分享一条文本消息,到出租中间。 这里,我把分享到出租中间,作为例子来讲解。 首先,我们说的第一步是调用Unity SDK方法。 这里,我把它放到Main Assertivity的Untruity方法里面。 然后,我们再来创建一个平台实力。 获取平台实力的时候,我们这里是分享到出租中间,所以就传出用点类。 获取平台实力之后,我们需要给它传一个监听器。 当分享完成之后,这一个监听器就会被触发。 我们分别在这几个方法里面导印一条信息。 下一步,我们需要创建一个shareparams。 由于我们所需要分享的目标平台是出租中间,所以我们在导入shareparams的8的时候,就需要导入。 抽中发明。 创建好params之后,我们需要设定一些分享的消息内容。 SetTedTest用于设定所分享的文本。 设定预料title 同桌点往set title 方法 除了设定title之外 我们还可以给title设置一个url 我这里就不在设置 其实这一个share power 它有很多方法 比如设定地址 以及消息的内心 或者是一个图片的地址 这样我就不在全部的设置 然后调用平台的share方法 并且把power传进去 我们来运行一下程式 点击分享到出租空间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成功的调用起了出租空间的分享页 这里有我们提前所设定好的标题以及所分享的文本 这里我就不再发送 点击返回 取消发送 当我取消之后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on cancel方法 被调用了 分享到指定的平台 我们已经沉重地做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就再来看一下 share powers的一些字段 看一下 看一下官方的文道 看一下 share SDT的每一个平台都有自己的share powers 但是由于平台机内的操业 share powers的字段的数量不一样 但是同样明清的字段都表示相同的含义 这些字段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如果有不清楚的 可以根据这一个列表来查看 然后进行相应的配置